他在滅什麼證 他在廁所裡面洗澡大號 就是沒有接到電話 但是電話真的是 他可能也是為了睡覺 他轉經 這個就是他 去不開門意圖滅證 所以要收押禁見的一個理由 陳皮奇明顯受了一圈 在柯美蘭摻扶下 替丈夫喊冤 話講到哽咽 認為柯文哲被押得不明不白 但是他不知道 他同事的另一半 已經 另一部分已經上去了 結果前面等了很久的人 就說他等了一個小時 那這個柯文哲在上面滅證 所以要羈押他 柯文哲消失一個小時 被認定有滅證之餘 陳皮奇的解釋是 柯文哲在上廁所以及洗澡 但這樣的說法法界認為太隱傲 時間回到柯文哲 早要搜索那天 簡連佛小出擊 卻不得其門而入 陳皮奇以廁所說激起小草情緒 但似乎和柯文哲過往風格 有所矛盾 重症外科醫師出身的柯文哲 吃便當只要六分鐘 做事快很準 上廁所拖了一個小時 被王定宇酸 台版慢得拉 慢吞吞的慢 而且這番說法恐怕也難說服法官 應該要提出更多的事證 來證明檢察官上門的一個小時中 沒有去滅證或者是串供 對於陳佩奇說法 北檢給出四個字不予評論 然而辭押理由不可能 只是因為上廁所消失 這一個小時 柯文哲到底在幹嘛 只有他心知肚明 三線新聞待會陳佩文 台北蒼帽島